好 那么大家请看 一竹二谱介绍完了以后 这儿有个新火箱床 那么从字面意思上能不能理解 想一想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好 首先那么大家请看 咱们的第一波出来了以后 我们说过是不是分成两个 那么好 这个是不是咱们的一组二重 那么现在所谓新火箱床是这样的 同学们想一下 现在我一组二重 理论上而言可不可以一组三重四重五重 好 但是这个问题是不是就是什么 中心化太严重了 你给一个master是不是特别的吐血 那大家都来往我这拿数据 就比如说我现在咱们是不是就是 我跟你们的关系不是一个一对多 好 我讲95个同学已经到极限了 100个人极限了 现在再来一杯200个 我是不是就挂了 那么这边的话 我们试试另外一种思路 假设这个课 我呢就只给班长田宇一个人讲 讲完以后 由田宇呢再给你们讲 然后呢你们讲完以后 你们再给下一个班的讲 可不可以啊 是不是也可以啊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请看 现在我们看一下 这个时候是不是就可以这样一个个的传下去了 言下之意是不是就是什么 去中心化 能理解吗 我们现在大家是不是简单的就是一个一对一的关系啊 我只盯一个传下去 而这个呢又作为一个传播点 是不是又接二连三的这么传下去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的问题来了 对于现在我这个图上中天这台机器 它到底是算主还是算从呢 好 那么当然肯定哈 你要说从这个什么 逻辑上而言 那肯定会说相对而言 什么它又是主又是从啊 但是计算机它懂不懂这些 是不是啊 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大家想一下 这种传递的过程当中会不会存在一些问题 你解决的问题是不是去中心化 减轻了是吗 master主机的负担啊 以前假设十台机器都挂我身上 实在扛不住 那现在的话十台变三台 这三台里面是不是又挂着三台 然后你依旧挂上去 那么这样主机的负担是不是减轻了 好主要是什么 好假设哈 他刚才我们刚才聊的那个 我给田鱼上了田鱼呢上了一天课 然后让田鱼给你们讲 你们大家觉得在传递的过程上 他给你们讲的时候 有没有失真 没有是吧 肯定没有 你看自信是吧 好 好假设你们听完以后 你们再给下一个班讲 这种传递 这种复制的延时 是不是会产生啊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他一毛病 好 但是呢 这个图我就不用给大家 好理解吧 一说应该就 哦了 那么呢 所以说呢 我们呢 注意 先请看一下 上一个的sliver 是不是可以是下一个sliver的master 好 sliver同样可以接收其他sliver的连接和同步的请求 没问题吧 好 注意中途变更转向以后会怎么着 会清楚 因为你是不是今天是重新洗牌 从来一次了 我所以说难听点就是什么 是不是又重建了一次这个关系了 所以我要亲一次再重新拷贝最新的 以保证数据的什么 一致完整和有效性 好理解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大家 我屏幕是黑的 你们看着 这个不应该呀 我记得我射过你 啊 算 不管它了 好 那么大家请看 现在我是不是 那个79这台机上挂了两个 我是master没问题吧 我是不是挂了两个80和81啊 好 那么现在我们要干的事 是不是80挂在79下面 81 我是不是挂到80下面去了 这个时候好理解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那么大家请看 sliveroff是不是127.0.0 然后我挂了是不是 我的老大是不是换成6380去了 不再是6379 这儿能理解吧 那么79给80 80给什么 换腰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呢 继续往下走 那么这儿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就一直行啊 好 我关心的问题是info 大家看 是不是只有几个了 那没什么话好说 是不是80啊 好 那么get 刚才是到多少了 k8是吧 那我就k9吧 那是不是就是k9和v9 哎 好 写错了哈 好 那么是不是 言下之意就是这儿要getk9 是吧 好 那么这儿getk9 是不是就欧了 好 有没有 有 穿不穿高 好 所以说像这样 是吗 续传 接力续传 新火箱传的话 是不是也是ok的 那么关键问题来了 啥 是master呢 还是这句话 就是这个身份 现在你要是说 嘴巴上 用我们的语文上来讲 我们都知道 他相对于上一个是slaver 但下一个是master 但这是计算机 计算机是二进制一样 就是一files 他不会就说什么 又是给你说 对吧 就是说 就是好比一个人的性别 要么是男 要么是女 当然你说 我李宇春 对吧 那就另说 是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来 同学们 看一眼 什么的 好 大家请看 他的意思是什么 哥们儿 我呢 怎么着 是不是还是 总体 总体而言 是不是还是个slaver 好 但是呢 我连接的slaver 是不是有一个6381啊 嗯 哎 明白了吧 所以说 他是不是就是个包工头一样的呀 好 ok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呢 这个呢 继续往下走 好 反客为主 那么来 我们现在呢 现在呢 这个我想想哈 这个机器是没动过的 动过的这个是不是啊 我是不是又恢复了 好 那么现在是不是我们的一主二从的这个最基本的规则了 那么来 什么叫反客为主呢 大家想想 有点这个意思 好 来 同学们抬头哈 听我分析 这些主动的过程 我还是希望同学们摇摇牙 跟我在课堂上消化掉 好不好 因为你晚上回去 你不要想着说 不要说你们 我现在都讲的一些累的吐血了 换句话说 如果你说你晚上再什么再看一遍我的视频 自己再去复习 没用 单场咱们就消化 好吧 来 第一个问题 同学们 咱们第一轮一主二扶的时候 我做过第四步 做到这个实验的时候 我说过 如果主机挂了 从机是上位还是原地待命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所谓反客为主 怎么着 哎 理解了吧 因为你想哈 任何作战命令 是不是都是需要运动中当中去执行啊 哪有听说过 在站住当中 反正我就在那静静的待着 除非你打伏击 我不能说永远是在这静默 对吧 所以反客为主就是 好 刚才是一主二从 现在主机挂了 以前如果你不不作为 我们两个从机数就是在那待着 除非等你主机重新上位 能理解吗 现在就变成什么呢 我们呢 需要反客为主 这样吧 主机已经挂了 那么我们所能够想到的问题 是不是 只能是在剩下的 跟他数据一致的重新来担当 重新选一个新的了领导啊 这么说好理解吧 OK 你就如同说你在公司熬着熬着是吧 在这家公司熬到三五年以后 哎 你的领导只有两种吗 因为你上位的话呢 第一种 同一个公司 你领导上去了 你是他的人 是不是啊 这边的话呢 你干革命没有站错队 他是不是把你顺带也提上去啊 第二种是 什么 你是他是不是他跑了 他跳槽别的了 领导一看外面招不到 哎 你是现在跟他业务最熟的 你是不是从从机转成主机了 第三种当然哈 最恶劣的 你是不是跟着他一块干干嘛呀 把领导干掉 然后你走跑上去是吧 但是这种的话 那么有意义学院 能不能这么做 你后面是不是也会被你的小弟给干掉 咱们是不是还是得走正常途径啊 OK 好 那么这么多废话两句哈 来 那么同学们看一下 现在 我们现在是不是sliver挂的老大是六三七九啊 那么一样 那么这边是不是我底下不再跟着那个奴隶了 那么这边我就不再执行了 好吧 好 现在的问题是就像我们说的哈 现在呢 主机是不是挂了 好 现在 主机一死 我们两个呢 从机 现在是不是需要选出一个 首先 现在是不是都到9K9了 好 现在我们是不是要选出一个新老大了 好 现在我们呢 就要用一个新的命令 slave of the one 没问题吧 反科为主 也像这就是我们手动的让什么 80 重新成为新领导 OK 好 大家看一下 那么info 大家请看 现在是不是他成为新领导了 好 别着急嘛 那么我们现在是不是就像我们说权力格局是不是被重新打乱了 哎 以前的老领导挂了79 那么以前我们我和80和81我们俩都是奴隶 现在我80我们手动的给他反科为主力以后是从从机变成主啊 那么好 这边大家请看那么info replication我们可以看到他这是不是将我们说的静默是不是啊好端端的等着 那么这个时候我是不是完全可以改换门庭啊 好嘞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请看那么kiss新 是不是到9啊 那么好 sat是吧 k10 v10 open 好 那么这边get是不是k10啊 那么来吧 我像我们刚才说的 我现在81有两个选择 要么我跟新老板混 要么我什么静静等着 是吗 79老老板老领导再重新杀回来啊 OK 那不就这么点事吗 对不对 好 那么像这样 那么大家看 我呢 如果说7127.0.0.1 我现在是不是跟6380去混了 好 getk10 有没有 好 现在这个问题 说来的 这哥们杀回来了 那么是不是大家就是没你什么事了 是吧 想想也应该是合适吧 我们两个是不是又单独变成一个一种一从的独立的一个体系了 现在8081是不是结对了以后 基本上变成一个新的山头了 好 那么这边我们可以看看 那么这哥们回来以后 大家请看 getk10 他不会有吧 那么好 info replication 大家请看 master底下什么都不挂着 说白了 是不是 79单独一套体系 8081单独一套体系 完全是各不相干了 回来 你依旧是master领导 但你是个什么 官杆司令 OK 好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反客为主和重新分配 那么简单一句话 就是什么 使单前的数据库停止与其他数据库的同步 怎么着 转成主库 然后是不是形成一个新的中心点啊 OK 那么呢 就总结到这 基本上这三招 就是我们 sharedis主同复制的主要内容 一主 二从 新火 宣传 访客 回主 当然还有更狠的第四招 哨兵模式 对 肯定嘛 要给你们介绍 肯定现在互联网用的最好 最新 最全的干货 要不然仅凭这三招呢 足以让你杀进去 但是如果你在助理上 其实我们公司用的主要是哨兵模式 前三招都已经淘汰不怎么用了 那个时候是不是他又想跟你聊聊了 所以说呢 没办法 为了从严从难的要求大家呢 只能请大家辛苦一点 但是呢 跟着我走 一定能学到东西 来 复制的原理 我们来看 一句话 增量还是全量 不要乱回答 很好 是不是要分成 第一次我们说过 K1K2K3K4 我们K3那刀砍下去 我们是不是 第一个K4肯定能够备分 但是只要我第一次连 我说要全量low一锁 所以说复制的原理 这儿大家请看 首先 Slimmer启动成功以后 连接到Master会发送一个 Synchronized 是同步命令 第二个 Master接到命令以后 开始什么 从盘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请看 我们是不是有全量和增量的复制 两种说法 首次是全量还是增量 很好 之后呢 就是这么一点东西 那么它的理论就是这些 注意 只要是同年的一次 完全怎么着 刚才我们配过 是不是 主死 从死 我们都试过了 OK 好 那么呢 下面呢 我们呢 来看看 最重要的 Sentinel 哨兵模式的介绍 好 稍等哈 在介绍之前的话 我需要先恢复 恢复一下环境 请稍等哈 哎呀 脑子里有点晕了 累了 好 现在哈 同学们知道 79是不是Master 好 那么现在我要求呢 是这样哈 哎 我去 Slaver 我辅127.0.0.1的话呢 什么概念呢 它还是跟6379去混 没问题吧 好 那么这个呢 也给我照旧 那么呢 6379 咱们是不是还是一主二重啊 好 那么这边为了验证一下 没问题吧 好 那么这边呢 我们环境呢 恢复 那么现在呢 首先呢 就给大家介绍呢 哨宾模式可能会同一种 所以哨宾 字面意义上来理解 是不是有个形容犯哨的呀 那他干嘛的 一句话 监控 是吧 什么概念呢 简单一句话 让大家了解 我们不用去玩什么高大上理论 哨宾模式就是什么 反客为主的自动版 他这么说 好好理解吧 同学们 好 来 我带着大家梳理 首先 反客为主 是不是 slave 我们都忘了 但是这有个问题 你老大79死了 剩下的8081 是不是我人工去动 好 大白天 你挂了 没问题 我上着班 凌晨2点45分60 60秒的时候 挂了怎么办 凌晨2点3点 然后你说 没事 你们静默着 等着老领导回来 而人家那个系统 是不是在动着呢 这个时候 我们迫切的 希望有个人 无人指手 安装一样的 就是有个人在巡逻着 突然发现 我们的主机挂 你睡你的觉 我不用去打扰你 迅速 在剩下的机器里面 采用什么 石头剪字布 投票的方法 谁票数多 谁从同机里面 选取一个新的主机 大家依旧照旧 掏身依旧 明天会更好 是不是非常棒啊 能理解这意思了吗 也就是说 他所干的事 就是有个哨兵在巡逻 或者叫monitor监控 主机挂了 我在剩余的同机里面 以投票的方式 决定出新老大 因为国外的技术 因为老外 是不是受民主思想的影响啊 所以说这边的话 他们就认为 那这样吧 剩下的同机里面 大家投个票 谁票数多了 如果平票 那咱们就重新选 一直选出来新的老大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就是 反客为主的自动版 好 那么呢 我们来看看 首先 能够从后台监控 主机是否故障 如果故障了 根据投票数 自动将什么 从库 转换为纸库 主库 好 那么呢 我们来看看哈 他怎么玩 首先我们调整结构 现在是不是6379 带着8081了 好 第二个 我们呢 要建一个 Sentinel 看府的文件 名字呢 请直接拷贝 不要去手写 成了错 那么在我们的什么 MyRedis下面 哎呀 事儿 越来越多 来 大家请看 MyRedis下面 是不是我们从生产上 考穿这些问题 考穿这些文件 就说白了 我们现在运行的 是不是都是MyRedis这些 好 这儿来一个touch 大家请看 是不是有个Sentinel 哨兵这么一个配置啊 好 这个时候是不是个空门件 好 那么我们要写的就是 你让这个哨兵监控哪台机器 如果他挂了剩下的从机 如何投票 怎么办 能明白吗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呢 需要干的活呢 是这么低 那么呢 来 现在是不是VimSentinel 点看复啊 好的 那么呢 我们呢 张贴 好 这边呢 首先顶口写 那么呢 被监控的数据 应该说被监控的主机的名字 名字呢 你自己起 那么呢 我们被监控是谁啊 是不是host6379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在本机的IP 是我自己 而且6379端口 要求呢 如果我死了以后 主机挂了 剩余的从机 谁的票数多于一票以上 谁就是新的领导 民主投票 能理解吗 好 那么这边 我们呢 保存 OK 第二步 改完 一句话 最后一个数字 1 就是表 表示主机挂掉以后 让Slaver 投票 谁来 谁的票数多 谁就接替成为新的主机 好理解吗 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大家看 启动一下哨兵 那么呢 这儿呢 我们呢 就会看到啊 照我改一下这个目录 以前呢 是在写的user的common下面 那么一样哈 那么现在我们是不是redis下面的myredis的sentinel.conf 好 那么呢 大家看一眼 哈 我去 这么多了 好 来来多就多了 同学们 这儿有没有一个sentinel 好的 哈 那么呢 redis 然后这边是不是sentinel的抗负啊 好 起起来 现在大家迅速看到 哨兵是不是就开始巡逻8081能理解了吗 注意我监控着是不是79啊 人们79是不是主机 剩余的那两个是不是从 一句话 我现在就是什么 哨兵呢 就是眼睛给我盯着 79只要他死了 我立刻转回来 组织80和81投票 石头剪子部 谁票数多 谁上位了解 好 那么呢 我们露眼哈 现在这哨兵是不是在这儿好好的 好 哨兵是不是在这儿好好的监控了 来 同学们看一眼哈 现在我们三个是不是活得好好的 好 天游不测风云 现在我们79是不是跟大家说拜拜了 好 那么总共都是九条纪录是吧 好 那么下他 大 OK 然后 走人 好 等他一会儿 我们呢 来看看 哨兵 在后面的动作 好 那么呢 他呢 现在呢 监控到了以后 等他呢 来进行一下组织和安排哈 稍等 稍等他 稍等他一会儿 那么呢 info i e p replication 大家看 现在是不是还是slaver呢 info p i e 现在是不是还是slaver呢 说明还没选出来哈 稍等他一会儿 大家看 刚才是不是空白呀 那么呢 现在他呢 组织投票以后 我们看看哈 是80了 好 稍等了哈 我们先看看 这个是不是6380啊 好 是不是master了 好 这货呢 跟谁混去了 那理解了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像一种无人职守啊 我还用不用自己去手工去写slaver of no one 你晚上就算凌晨出故障了 大家请看 我们在这演示 没超过一分钟 是不是自动的给投票出来了 那么好 那么来同学们 low一眼哈 首先 t4c 以前的在不在 好 那么关键 咱们是不是得试试 得到9是吧 在的时候k10 v10啊 好 那么如果一切顺利 这儿如果k10 是不是就oh了 哎 再说白点 如果现在这哥们回来呢 注意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你太狠了是吧 还是要 是吧 人情留意性 日后好相见 是吧 好 来同学们 现在我关心的是 如果我以前的老大 6379回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他就跟这两个没关系 还是有关系 大家觉得 那么他的身份会是master 还是什么 好 我们呢 看一下 好 首先 现在80和81自成一套体系了 oh吧 这个没问题 这个没问题吧 同学们 好 那么大家请看 79 什么什么概念 是不是是跟他没关系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请看 get key10 稍等哈 刚才可能他没启动过来 我们再看一次 什么概念 什么概念 注意第一波为什么是master 他还没有被什么 少兵监控到 少兵会跟他说 哥们新老大 现在是80 你回来听话 没你位置 继续做slaver 逆转了 这些都是挖的坎 估计给你们看到的 明白了吧 不要觉得就说老领导回来以后 永远都是老领导 毕竟你现在又重新回来以后 怎么着啊 就有点类似 是不是过气了 是吧 好 那么呢 这样同学们请看 info replication 是不是只有这哥们是master 回来以后 81和79 怎么着 都挂我们一下子作为我的slaver 所以说少兵体系和前面的 是不是稍微有点不一样 第一波 为什么是master呢 给你们看了以后 是不是这样才能引着你们 就跳到我的坎里面 让你们知道 但是后面是为什么 他刚刚过来的时候太快了 他没反应过来 还没有完成这个角色转换 其实这而言 他回来以后 如果在少兵模式下面 最终他是不是变成了slaver 那这个一个是直 二一个 这点没什么话好说吧 好的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是吗 好 大家看 原有的master挂了 我们是不是shut down啊 然后挂了以后 我们这是不是投票选举啊 注意 有可能我本次投票 石头剪子部 是不是80赢了 我把它 因为我们俩如果都是一票 平票 是不是得重新选 对啊 我是不是赢了以后 把你的票抢过来 我是两平大于一 两票了以后 我说才能选出新领导啊 能不能理解这意思啊 那么大家请看这一轮的哈 promote是不是选举的意思啊 那么大家请看投票失败 两个slaver都是一人一票 是不是没有选出新的老大呀 6379还是原来的那个 虽然说他死了 还是老大 还是他 到后面 我们的 是吗 switch master 然后6379 是不是从6379到6380 6380 6380 开始继续来干嘛 梳理剩下的slaver 聚到我的旗下 然后我是不是选出了新老大 6380了 OK 能理解了吗 好 那么这儿 先和同学们说一下 工作当中 你懂这些 你蔑视 你工作对你不会有坏处 但是实际工作中 这些一般而言 会不会让你去做 不会 但是你要懂 清楚吗 还有就是你千万不要说 没事 那杨哥要是我下个月用不到 你要不你先别跟我讲吧 咱们redis就上一天得了 这些东西 我说实话 你要不在这儿学 你去工作上 不会有人跟这些系统的 跟你梳理 可以讲解清楚 而且万一有一天 你升职加薪 成为技术teamleader了 那个时候 你拿15到20k之间 这些上就轮到你懂了 你别看 两年以后 可能有些同学 就已经成为teamleader 这个时候就是你带什么 2017届 2018届的应急生 跟着你干 他懂什么 这些什么主从复制 如果那个时候 不是你干谁干了 能明白吗 OK 那么现在 大家可以说不用担心 不会说一出去让你干这些事 但是你得懂 来 最后大家那么看一眼 我们的一组的 我们的某一组的sliver 是不是能同时监控多个master 没问题吧 刚才咱们是不是监控一个六三七角 但是你再看下一函数还可以监控其他的 明白了明白 就如同说一个sprint的什么 obligation content xml 里面是不是有多个bin呢 这么说好理解吗 好 那么了 复制的缺点呢 首先就是什么 复制的延时 所以说由于写操作 是不是都在master上操作呀 那么呢 然后再同步更新到sliver上面 所以呢 master同步到sliver机器 有没有一定的延迟啊 有 所以说系统很忙 网络很拥堵的时候 这个延迟的话呢 怎么着 是会产生的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尤其你加了sliver的重击越多 是不是延迟这种 传播的这种扩散机制 延迟的效果就越差呀 越严重啊 好 那么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 Redis的主同复制的 全部相关内容介绍